各位強友,大家好 很多人他們想要買1911 但是他們不曉得該買哪一把 因為市面上有很多的1911的選擇 從500塊到5000塊都有 所以這對很多人來說是非常的頭疼 尤其是如果你只想要有一把1911的話 有的人說是一步到位 有的人說其實都一樣 買菲律賓的石頭島也是一樣好 再來自己改裝 我 也擁有過不少1911 我在這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一把 美國純手工做的 里斯貝爾的1911 真的是一把 價格 不是太貴 但是呢 質量一流 絕對是讓你物超所值的1911 尤其是如果你有遇到市面上 有1.5寸 50碼保證1.5寸的 你盡可以下手把它收藏起來 這一把 就是這麼樣的一把 50碼1.5寸保證的1911 來自於美國愛荷華州的 李斯貝爾 手工製造廠 100% 純美國手工打造 手工 配件 這一把是最基本的入門款 所以你看它的前面 並沒有一個刻紋 但是對我來說 並沒有什麼區別 你看它的木頭紋 多麼的紅 多麼的漂亮 這一把 李斯貝爾的1911 比起其他 廠牌的1911來 它的特色是它 做的線條比較剛毅 比較陽剛 也比較粗厚一點 比起威爾森戰鬥 或者是布朗比起來 他們是比較細膩 所以如果以車子來做比喻的話 這就好像是一部美國的 超級跑車 800匹的 超級大跑車 其他的1911比起來 可能是有一點像 歐洲的高級車 所以完全取位於你個人品味的不同 但是別被這一把 這麼剛毅陽剛的槍 給忽略了它的每一個 手工打造與配置的 過程 非常的堅固 我這一把曾經摔到水泥地上 可是呢 沒有很大的傷害 根本看不出來 沒有很大的傷害 真的讓我非常非常的 驚喜 非常的心疼 但是也非常的驚喜 後來又打了幾次 還是一樣的準確 我曾經拿這一把槍去參加 拔槍射擊 打了四五百發 大概將近五百發 沒有半顆卡彈 給他什麼蛋 給他什麼蛋 鐵蛋 鋁蛋 銅蛋 全部都吃 也不挑食 他這個鐵式非常的堅固 摔到地上 竟然也沒有壞掉 也沒有苛刻 柯片掉下來 真的是不容易 李斯貝爾 這把槍也算是我 槍制收藏裡面 打的最準的一把機 前三名肯定有 他的特色是他的 打出來的彈裙 非常的緊 等一下我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他的結果 我們來看看這一把 槍裡面沒有子彈 他的缺點就是 他非常的緊 非常非常緊 我們來測試一下 他的板機 一點點的 完全沒有 很粗糙的 前面有一點點 馬上撞到牆 撞到牆之後呢 大概是四磅 我發現 我發現當他有子彈的時候 他會比較重 現在感覺是三點五磅 有子彈的時候感覺可能是四磅 並不是超級輕的板機 但是呢 絕對是一流的1911的板機 很適合你的攜帶 戰鬥使用 因為他不會一觸即發 大家看他這個尾巴做得多麼的漂亮 白金色的狼頭 還有比賽的槍管 還有三孔式的板機 李斯貝爾 李斯貝爾 有了這一把之後 我沒有買其他任何1911的欲望 每一次拿他去打 總是滿載而歸 笑容滿面 非常的滿足與滿意 如果你想一步到位 不必再花更多的錢 這一把1.5吋 保證 不是常有 但一旦擁有 肯定可以讓你去 其他的 五千塊的1911 平起平坐 如果你只想買五百塊的石頭島 那也行 今天的分享 只不過是給各位一個建議 但是 你買一個美國製造的1911 絕對是不會讓你失望 1911就是一個美國的槍 雖然石頭島也有很多做美國手槍的經驗 但是呢 畢竟它是工廠大量製造 而不是手工一個一個去拼 更何況這個1.5吋 那決定是井上加井 密上再密 精準度與可靠性 都是相當的一流 槍上之槍 好了 別再多廢話 我們來看看今天 他所打的把 首先是7馬 打了10發 再7馬 這好像是一個人形把 所以呢 這就是等於壞人手裡拿著手槍 10發裡面 你看 拳頭大 完全打中 再來看看這裡 心臟 這個是遠一點10馬 心臟 也是一個比一個拳頭還小 這個也是比一個拳頭 差不多 10馬一樣 這一發也算是中 只MISS了一發 這一發是我自己的錯誤 在打的時候 往上跳了 主動先往上 自己往上先跳了 我自己馬上立刻發現 多麼可靠的一把1911的好槍 絕對值得收藏 絕對值得收藏